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崇祯不杀乾隆熙 这个意思很明白 教训教训你 跟你开个玩笑 临上刑场再把你拉下来 这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如和温体人终究还是成功了 崇祯三年二月 周延如顺利入阁 几个月后温体人入阁 温体人入阁是周延如推荐的 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如 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 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地雷 差点被口水淹死 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 周延如和温体人都是能人 如果就这么干下去 也是不错的 毕竟他们俩都是恶人 手下朝廷那帮大臣都非擅长 换个人估计还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不一定会同富贵 是基本的规律 拉兄弟一把后 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人 乾隆熙被皇帝赦免以后 第一个上门问候的 不是东陵党 而是周延如 周兄来此的目的是邀功 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 很愤怒 很想干掉你 但是关键的时刻 我挺身而出 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很多的好话 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 既做婊子又立排放的行为 虽很无聊 但是呢很有效 乾隆熙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如走了 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是温体人 温体人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 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乾隆熙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 又经周延如一番忽悠 异常的激动 温兄还没开口呢 乾隆熙就如同连珠炮般 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 全盘脱出 特别讲到皇帝大怒 周延如挺身而出 力挽狂澜的时候 乾隆熙同志十分激动 眼泪是哗哗的往下流淌 温体人安静的听完 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乾隆熙的眼泪 据我所知 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 不气愤 不气愤你要什么功 混蛋 所以乾隆熙气愤了 类似这种特有戏的事 自然有人乐意去传播 周延如知道后也很气愤 我拉你 你踹我 温体人这个人 史书上的评价 大都是八个字 表面温和 深不可测 其实 他跟周延如的区别不大 只有一点 如果周延如是坏人 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 敌人的名字 那是经常换的 之前是乾千亿 之后是周延如 所以在搞倒周延如这件事上 他是个很坚定 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 他就等到了机会 因为周延如犯了一个 与前千亿同样的错误 作弊 从真四年 周延如担任主考官 有一个考生 跟他家有关系 就找到他 想呢 走走他的后门 周考官很大方 给了个第一名 对此类案件 从真一向是相当痛恨的 巧的是 这个事情 温体人给知道了 于是他找个人 写了个黑材料 准备下点猛药 让周延如下课 不幸的是 周延如比前千亿 狡猾得多 听到了风声 不慌不忙的 做了一件事 把问题搞定了 充分反映了 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 交给了从真 应该说 这位作弊的同学 还是有点才气的 从真看了这份卷子以后 十分高兴 连连说好 周延如趁机添了把火 说打算呢 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 皇帝呢 认为没有问题 就批了 皇帝这都过了 再找麻烦 那就是找抽了 所以这个事 也就过了 但是温体人这关 终究是过不去的 从真年间的十七年里 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 特别是内阁首府 基本只能干几个月 任期超过两年的 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 周延如 任期三年 第一名 温体人 任期八年 温首府能混这么久 只靠两个字 特别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 温体人 是无怨无悔 弃而不舍地折腾 不断地找人 黑周延如 但是皇帝 实在是很喜欢周首府 温体人 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 直到一年后 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如 这句话全文如下 鱼有回天之力 金上是西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 意思是 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 却很要命 金上是指崇祯 所谓西皇上人 具体是谁很难讲 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 属于七十二帝之一 就不扯了 他的主要特点是 不管事 这个话翻译过来 意思是 我的能量很大 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 是周延如说的 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的 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人 把这件事给翻了出来 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 下课吧 周延如终于走了 十年后 他还会再回来 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人时代 按照传统的观点 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 在无能无德的温体人的带领下 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 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 这并非事实 温体人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府 只有一个原因 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府 作为首府 温体人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 他很精明强干 据说 一件事情报上来 别人还在那琢磨呢 他就想明白了 而且很快 做出反应 其次 他熟悉政务 而且效率极高 还善于整人 所以也善于管人 最后 他不是个好人 当然了 对朝廷官员而言 这一点在某些时候 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 这位温体人 还是个清官 不折不扣的清官 做了八年的首府 家里边还是穷得叮当响 从来不受贿 不贪污 相对而言 刘芳千古的 钱千亿先生 就有点区别了 他很能挣钱 怎么来的 咱就别说了 经常出没红灯区 六十多岁了 还娶了柳如氏 明朝灭亡的时候 说要跳河殉国 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呢 就缩了回来 说水冷不跳了 就投降了清朝 清朝官员前来拜访 看过他家后 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你家真有钱 温体人未必是奸臣 钱千亿未必是好人 不需要惊讶 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 并不一样 英雄可以写成懦夫 能臣可以写成奸臣 史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由谁来写 温体人的上任 对崇祯而言 不算是件坏事 就人品而言 他确实很卑劣 很无耻 且功于心计 成腐极深 但要镇住朝廷 那帮大臣 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 崇祯对局势 是有点想法的 毕竟他手中的 不是烂摊子 而是一个 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 边关战乱 民不聊生 政治腐败 朝廷混乱 如此下去 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 一直很担心 如果要是 在他的手里收摊 将来下去了 没脸见当年 开场子炼摊的 猪虫疤 所以执政一来 他干了几件事 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 就是速摊 到了崇祯的时期 官员已经是 相当腐败 收钱办事 就算是好人了 对此 崇祯非常不满 决心速摊 可是问题在于 明朝官场 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 越来越光 越来越滑 潜规则 明规则 基本已经形成一套 行之有效的规章 大家都在里边混 都这么混 就谈不上什么 谈不谈了 所谓天下皆谈 即是天下无谈 当然了 偶尔也有个把人 是要突破规则 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几世中 韩一良 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 整顿励志时 他慷慨上书 直言实弊 而且还说得很详细 什么考试作弊内幕 买官 卖官内幕 提成漏归内幕 等等等等 为了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他还坦白 自己身为阎官 几个月之内 已经推掉了 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 这都什么年月了 还有这样的人呢 感动之余 他决定在平台 召开会议 召见 韩一良及朝廷百官 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 后果很严重 因为严官韩一良 本非好鸟 也没有与贪污犯罪 死磕到底的决心 只是打算 骂上几句 出出气 没想到 皇帝大人反应 如此强烈 无奈 事都干了 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 崇祯让人读了 韩一良的奏书 并交给百官传阅 大为赞赏 然后呢 又叫出了韩一良 提升他为 督察院 又迁督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 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多年 曾经总结出一条 恒久不变的规律 世上的事 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 提了官 还没高兴 完呢 就听到了这么一句话 此文甚好 希望科尘 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 由皇上惩处 以示惩戒 说这个话的人 是吏部尚书 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 自打听到了这封奏书 他就不爽了 因为他是吏部尚书 管理人士 说朝廷贪污成风 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 所以他决定教训 所以他决定教训 韩一良同志 这一下 韩玉使抓下了 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 所谓集体负责 就是不负责 所谓批评集体 就是不批评 韩玉使的本意 也就是批评集体 反正没有具体对象 没人冒头反驳 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 一定要你说出来 是谁贪污 是谁受贿 这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 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 让他指明道姓 说明白了 韩一良 在那想了半天说 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 现在讲 韩一良说 我写这封奏书 都是范指 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 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 竟然能写这封奏书 胡扯 五天之内 把名字报上来 事大了 照这么搞 别说升官 能保住官就不错 韩一良回去以后 在家里面抓狂了五天 憋得是满脸通红 终于憋出了一份奏书 很明显 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 因为在这封奏书里 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 却列出几种人的贪污行径 并希望有关部门 严查 当然 他也知道 这样是过不了关的 就列出了几个人 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啊 也是处理过了 骂绝祖宗十八代 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书 送上去后 崇祯没说什么 只下令在平台 召集群臣 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 气氛是很和谐的 崇祯对韩一良说 你文章里提到的几个人 都已经处理了 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 他又很和气地 表扬韩一良 比如 他曾经拒绝红包 打几百两之多 戏演完了 说正事吧 你说 有人给你送几百两银子 是谁送给你的 说吧 韩一良兄弟 懵了 但优秀的自律精神 鼓舞了他 秉承着 打死也不说的思想 到底也没说 崇祯呢 也很干脆 既然你不说 那就不要干了 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 就此结束 御史没捞到 几世中丢了 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 并不是他 是崇祯 崇祯不知道 自己如此坦白 如此真诚 如此想干点事 怎么就连句实话 都换不到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 没人能回答 要说崇祯 啥事都没干成 也不对 事实上 崇祯二年 他就干过一件大事 且相当成功 这年的四月 刑部几世中 刘谢尚书 请求清理驿战 所谓驿战 就是招待所 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 军事家 哲学家 王守仁先生 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了 王守仁同志 干过的职务很多 这是最差的一个 因为在明代 驿战所长 虽说是公务员 论级别 还不到酒品 算是不入流 负责接待 南来北往的过境官员 可谓是 人见人妻 所以一直以来 驿战都没人爱管 但是到了崇祯这段 驿战不管就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 驿战接待中央各级官员 管辖权却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 说白了 就是驿战管各级过往官员的 吃喝拉撒睡 但是费用开支 由地方自付 明代地方政府 并没有办公经费 需要自行解决 驿战看起来级别不高 毕竟是官方招待所 上面来个人 没法接待 追究到底 还是地方官吃亏 所以每年 地方花在驿战上的钱 数额也很多 但是驿战 还是有个优势政策 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 就有明目 就能逼着老百姓出钱 上面来个人 招待所所长 自然不会自己出钱 请人家吃饭 就找老百姓 摊 你家有钱 就出钱 没钱 没钱 无所谓 出人 只要是人 就能有用处 什么挑夫 教夫 都可以干 其实 根据规定 过往的官员 如果要使用驿战 必须是公务 且出示刊河 就是介绍信 否则 不得随便使用 听合理吧 也就是说说 到了崇祯年间 驿站 基本上就成了车站 官员出差 按说 看合用完了 就要上交 但是这个事 也没人管 所以 许多人用完了 都自己收起来 时不时的 出去旅游 再用一用 更缺德的 还把这个玩意儿啊 当成礼物 送给亲朋好友 让七大姑 八大姨的 都捞点实惠 鉴于官方招待所 驿站的好处 如此之多 所以 但凡过路官员 无论何等妖魔鬼怪 都是能住就住 不住也宰点钱 既不住也不宰的 至少也得找驿站 要几个人抬抬轿子 顺便送一程 比如 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徐霞克 云游各地 就是拿着 看河四处转悠 绝对 没少用 驿站 现在 几次中 刘谢建议 整顿驿站 不但可以 节省成本 还能减轻 地方负担 但是问题是 怎么整顿 刘谢的方法 很简单 一个字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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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驿站 开除 赋予人员 缩减 开支 严管 介绍信 非紧急情况 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 只要执行 这项措施 朝廷一年 能省 几十万两白银 而且地方负担 能够大大的减轻 崇真听了以后 很高兴 同意了 并且雷厉风行的 执行了 一年之后 上报执行成果 裁减驿站 二百余处 全国各省 累计减少 行政经费 八十万两 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 刘谢就滚蛋了 这个世上 有很多事情 看上去是好事 实际上不是 比如说这件事 刘谢同志 干这件事 基本上是 损人不利己 国家没有落好处 地方经费节省了 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 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 又吃了亏 要跟他拼命 闹来闹去 折腾了一年 啥都没有 只能走人 崇真皇上很扫兴 好不容易干了件事 又干成了这副熊样 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反正驿站 有没有 无所谓 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 如果崇真要是知道 刘谢改革的另一个后果 估计啊 就不会让他走了 他会把刘谢 留下来 留下来干嘛 砍成两截 干嘛要把刘谢 砍成两截呢 咱们下回再说 我黄庚新为您播讲 独家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